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员围棋,我是杨子 我们今天为你讲解的比赛是第21届农心杯新拉面世界围棋锦标赛的最后的阶段 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王磊老师 王老师您好 杨子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磊 那王老师现在是进行到了本届的农心杯的第三个阶段 是的 那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赛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其实也很简单啊 咱们这个杨鼎心是来一波七连胜就直接使得这个请出了日本和韩国的主将 是 然后上一轮的时候呢 日本的主将景山玉泰击败了杨鼎心 也阻止了杨鼎心创纪录啊 目前为止农心杯还是七连胜是目前为止中国队的最高领胜记录 然后景山玉泰就和朴婷怀展开了对决 是 也因为这个疫情的眼影码才推迟到现在 而且好像还是这个采用网络电视间电视直播的方式 这也是第一次受创 那现在第三阶段的目前的形势是中国还剩下四元大将 韩国和日本分别只剩下主将 就是朴逆环和景山玉泰 而且他们还要先来自己自缠一下 也就是今天下完之后有一个国家的棋手就要出局了 可以说我们中国队的形势是非常好 是 那王老师可以自信的预测一下本届的农心杯 我们会大概率的延续上一届的冠军吗 这个好像不用我预测了 应该是大家都这么认为 是是是 但是呢 这个擂台赛嘛 因为是一个一个上 不是打群架 如果要四个打一个 我可以宣告比赛结束了 是 但是每次都是一对一 也有那么一点可能性 有偶然性 对对对 柯杰也在发布会当中说 也是希望自己有上出场的机会 他这话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要最后柯杰出场 我们就太紧张了 只是烟雾蛋而已是吧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现场的画面 这是在韩国了 对 这是朴逆环 韩国的比赛场地 是 旁边在宣读比赛规则的裁判长 那是应该是金银前辈 这是在日本的对局势 就是景山 是景山一泰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本届比赛是采用网络线上的直播的方式 还要加电视 网络已经不是首串了 但是还要再加上电视的画面的直播 而且是实时直播 对 这个厉害了 这个是首串 对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旁边的戴口罩的老者是韩国的金银 这也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了 这是日本的画面 景山玉泰 工作人员可能在跟景山交流怎么使用 因为这次是线上的比赛 也会制定一些针对线上比赛的一些比赛的规则 比如说离席不能超过五分钟 你要万一有紧急情况 你一定也得在五分钟之内回来 回来 要不然你就起形势再好的被判复了 而且在对极式当中 也会设置说是屏蔽信号的那个系统 对 这两位选手应该不会有那种作弊的这种行为 没有必要作弊 他们丢不起这人 像朴婷环曾经统治了韩国六年之久 当了韩国齐杰六年的一哥 景山玉泰也是不用说了 到现在为止也仍然是成绩最出色的 朴婷环我记得以前他是戴眼镜的 他现在被深圳序捏得有点惨 是不是也跟他把眼镜摘了有关系 摘了之后是不是 看得更清楚是一点 他这个势力上好像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果 所以现在在韩国 深圳序已经取代了朴婷环 成为韩国的一哥了 那在日本奇迹来说的话 景山玉泰现在还可以称之为一哥吗 对啊 你看他还戴着眼镜呢 他的眼镜要一摘估计也危险 以这个眼镜来判断 那王老师你也是戴眼镜的 我就戴不戴没关系了 戴眼镜都很厉害 朴婷环其实 他没办法他是93年 因为韩国的深圳序 他是00的 对00后 所以说这年龄 岁月不饶人 这也是朴婷环不能说他不努力 只不过在这个年纪面前 他也是有心无力 现在是面对深圳序也是非常的苦恼 在奇迹90后都算是老将了 对啊 是的 现在是00后当大 更新换代很快 特别是我们中国 这个是虎啊豹啊 这个一代又一代的 这虎豹完之后该是什么动物了 也也就不知道了啊 这最早是龙 龙完就是说小虎 对 然后小豹 然后呢 然后是 然后不知道了 说起这个年纪 景山玉泰 应该现在算赛场上比较年长 他立像当时80后 他应该是 粗粗一想 应该是没有人比他更大了 因为朴婷环都算是 在93年都已经算大了 日本因为他确实是 他比较这个 更新换代的比较缓慢 当然也和景山本身就是超级强 他曾经这个拿过大七冠呢 也是由此获得了日本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一个奖 日本 日本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这个也是极为难做到的 那今天的比赛对决 可想而知 一定很 也是很精彩 这两个人说实话 谁赢谁输 那都是很正常 这个 要一定要预测 那就那就简直你就不如扔个硬币 看看哪边是代表着谁 人生完之后 看运气 这两个人实力可以说是相当 他们之前在农心碑的舞台上 交手过多次 这个是既往的战绩有一定的参考性 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实力 朴丁环呢 他这个以前呢是可能还看上去略微要占一点上风 但是近来 因为他已经让出了韩国一哥的位置 我想他这个在信心上 在气势上也会受一些打击吧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今天这个景山也是很有机会的 也是为韩国和日本做最后一战 关键的一战 他这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这个现场的设备测试 所以说比赛还没有开始 不过我相信也应该差不多了吧 王老师您说这种线上的比赛的方式 跟咱们面对面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对于棋手来说 他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波动和影响吗 这个会有不同的选手 不一样 你看有些选手我记得 他特别喜欢看你 他下下棋 他抬起下一招棋 看看你的表情 他想从你这个表情里边能看出点东西来 那这个线上比赛 你看不到对方的人了 我相信对他来讲应该有点不适应 那个闷头下棋的 应该是区别不大 但是确实是有些人呢 他是比较喜欢上网下棋的 有些人他并不喜欢在上网下棋 你比方说在我同代的 同一辈的棋手里边 他长浩 现在是常主席了 他就不太喜欢在网上下棋 所以说你很少在网上看见他下棋 就这在以前呢 而有些呢 现在年轻的一代吧 你不用说不用问 各个一定都是网站出身的 你甚至你今天白天下完 你晚上登陆网上 你可能还能看见他 还在下 还能看他的身影 已经变成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好 我们回到棋盘前 经过猜先是朴廷环直黑 朴廷环直黑是 锦山玉泰直白 对 那我们来赶紧跟上实战的进场吧 新位 白席是 三三 这个不多见啊 这个三三这个在以前 在日本的时代是被称为近招的啊 不让你下 你下这儿就要被老实骂 为什么 因为觉得不礼貌吧 他有一些习惯 有一些规矩吧 其实他也没什么具体的含义 当时是这么说 可是到了时至今日呢 你看这锦山玉泰啊 日本第一人 他也就来了个三三啊 现在都已经会变了 然后小木 白棋是小木 三三小木嘛 那自然是可能是打算啊 看中实地了 这半棋 现在下三三 是不是更多的是担心对方点三三 你这个解释也很有道理啊 因为现在点三三太流行了啊 你只要下个星位 隔不了两招 他就啪来点个三三 那我先下个三三 你怎么着 没地点了 你甚至你要坚称 我都不理你 我反过来 我当成我点你三三 坚称的时候 白棋不理 相当于星位点三三 对 所以他心里牢靠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用意呢 可能还是这半棋 他觉得要走取地的这种路数吧 应该是这样一种预兆 然后黑棋是小飞挂 他要高挂的话呢 肯定是一边一拖 又把这个实地捞走了 白棋是坚 你看这坚顶也是啊 对于实地是非常看重的啊 别看这好像没围到几目 那一目也是目啊 因为呢 这个你围的大了 不一定是你的 你比如说 这要是在星位 你坚顶完啊 这人还有点三三的余地啊 这个小木呢 你这一坚顶 这个黑棋怎么着也进不来了啊 这个对于实地啊 这个 这个 井山玉碳可以说 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个 非常的喜爱 而且这是一个先手啊 可以抢先去抢一个 守住了自己的实地 再去把别人夺 这个实地夺了 这个井山玉碳的心情也是蛮好的啊 这也是他这个早就制定好的策略吧 印象当中 王老师啊 对井山玉碳的了解 他是应该属于栗战风格的吧 对 井山当年这个横空出世的时候 他我看啊 是很有预兆的 他这个预兆体现在哪呢 就是他和大多数的日本棋手都不一样 在他出世的时候呢 日本的棋手 还是普遍 比较稳健的 比较讲理的 属于本格派 这个突然间发生了这个 秀才遇到兵的事情了 这井山玉碳呢 他也不管你三千二十一 也不管你是 加藤政府 小林光业 哪个大前辈往那一坐 他就开始跟你练 这一下练下来 发现没人能挡得住他 所以他才这个成就了这个 七大贯的这种 伟业吧 可以说是 很不得了 这和他的这个风格是很有关系的 井山玉碳 毫无疑问的 我们看到的是井山玉碳 头号立战家 对 因为正常日本整个旗舰 他们的风格是趋于平稳 趋于讲理 这个风格有点像 对 比较讲理 不像井山玉碳的风格 便利玩选择的党这边 这个旗 点三三 党哪边都可以 区别不大 然后 飞 然后 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你要选择拖 就比较倔强了 这招拖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是一个双人眼 双人剑 如果你要拖 你不怕别人搬的话 你肯定是下拖 能便宜丢丢 便宜丢丢 但是别人如果敢搬的话 你也没有回头路了 你只能马上顶完 就是啪啦啪冲断 小米飞刀 接下来这个变化 令人头疼 那个变化 我们如果真在这展开讲的话 那今天就不用干别的了 接下来变化 分支也很多 总而言之 就是你要拖的话 你就不能怕人家搬 那这番棋呢 景山实战选择顶 显然是他这个拖 他也没把握 顶是大多数人的 这个比较稳健的选择 顶相对来说 就简化了这个定势 对 这个局部 咱们就不要在这个局部 大胆出手了 这和平 两分 都可以接受 然后黑棋实战是选择了 马上 搬了断的下吧 这个长呢 可能是稍微有点缓啊 长的话 别人一爬一下 这个脚就 嗯 龟白了 然后白棋上面这一拆 你就后事可能还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 呃 愿意选择长的稍微少一点啊 这个局部 大多数 黑棋都会选择斑 然后如果你要挡的话 他再使用断啊 这是一个局部定势了啊 是 如果你要吃这个的话 这也是一个定势啊 那这样一打 等于他就把白棋这个头封住啊 嗯 有利于扩展这个黑棋下边的这块阵势啊 因此呢 这个时候呢 白棋往往呢 也会选择这个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呃 比较新的定势吧 啊 点三三之后的 也是 最常见的定势之一 吃 白棋 沾上 嗯 黑棋 吃这个啊 这部棋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部棋 我记得刚刚看到这个定势头 我就一直会想 这个棋为什么不长呢 你这个吃部明显被应该这上面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断点 是不是 这个为什么不长呢 长这部 这个子也吃住了呀 啊 但是实际上后来你要再仔细的一琢磨 就会发现这个棋 吃在这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要长的话 黑棋 白棋也是走这个啊 嗯 之后这个棋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因为这个爬你必须得挡 那么 当白棋断的时候呢 你是也是动不了 你也不敢吃的 你吃他这一爬 你这三个就没了 对 那由此而然呢 白棋就产生了 白棋想断的时候就断 想用这个的时候就用这个 白棋的选择权 就是在自己白棋的手里了 嗯 等于是黑棋给白棋了一个选择权 对 因此呢 这个时候还是吃这个好 一步棋吃干净 哎 你逼迫着白棋马上选择这个 嗯 打完之后实战 白棋选择的是飞 飞起来 那王老之奇 什么时候下班呢 哎呦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啊 你这个问题 绝非三言两意而能说清楚啊 但是呢 基本上吧 呃 你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说这边 是黑棋子比较多的时候 比方这边是黑棋子 那么你最好就不要搬了啊 你搬完之后呢 呃 黑棋呢 会打直队的 会形成作战的局面 这个是不能给人家跑 对 这个得跑 哎 你这三个呢 可能会比较重 是 被黑棋攻起来的时候 因为这边是黑棋的子 你可能就会没有援兵啊 在这种时候你选择班 可能要过分一点啊 对 这个局面实战是选择了飞 这是正手 然后黑棋也飞啊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手机吧 因为你争争不掉的 能争掉自然是美了啊 但是你现在争子是不利的啊 争不掉 王老争争掉 如果能争掉的话 这个变化 是不是黑棋会稍好一点 对啊 如果能争掉的话 那这个定式呢 是黑棋比较得利的啊 当然白棋 既然选择了这个定式 也一定是看过这个问题 不然之前可能白棋就直接打了 哎 对 下面就会打上边 白棋当时如果争子不利的话 白棋可能就会 当时这部断翅 可能会选择 打这个定式 是 然后白棋 然后白棋靠 这个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景山玉泰 这个兵书还是读的不少的啊 他不是说这个不与时俱进啊 门头家里面练自己的啊 你像我们这个 现在已经退役的李世时 他就比较固执 他就认为这个 哎呀 AI的这个招啊 没意思啊 大家都学啊 千篇一律 我要下我自己的棋 因此他就不太愿意下AI的棋 结果呢 被各种各样的这个精通AI的人呢 也是捏的比较惨 最后下的信心也没有了啊 觉得下棋也老赢不着 因为下棋你还是得赢啊 赢了才有乐趣啊 是 你像他这种大腕的老书棋呢 那受得了 所以最后一怒就干脆就退役了 和这个AI是很有关系的啊 但是你说你不学AI行吗 也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AI这个招确实是好啊 你要说是他这个招很一般啊 是吧 你要跟我学两招 那可能不学也就不学了 但是AI这个棋 人家都把胜率都给你算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 而且你仔细一琢磨 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胜利做支撑 对你这种情况 你这个不学也不行啊 你像这个景山玉泰 这个而且他不但学 这还是最新的AI的招 这以前这个定势 上面应该是走这个飞的啊 结果这个局面 因为这个小木在这 他突然间就到这来了 这说明景山这个也是很 跟得上这个技术的进步的 说起这个有一种说法 说现在日本棋手 跟中国和韩国之间 就是距离逐渐在缩小 原来的话可能相对来说 韩国和中国比日本棋手 争较强一些 你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 是有道理 但是呢 现在在缩小 我觉得啊 这个日本和韩国 跟咱们主要的差距 不在于是这个技术上 主要是在于这个人上 在心态上 心态这个主要还是在人 有个通俗的比喻吧 就是日本和韩国呢 可能优秀的棋手 是100个里边选一个 但是我们的优秀棋手 可能是1万个人里选一个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万里挑一的人 他各方面的这个素质啊 那个等等 都还是要好一些的 中国棋手整体的厚度 要更加的强大一些 直白是说点我们人多 我们这个可以优中选优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地方 这个这半棋 景山这个选择着这一碰 这是很有味道的一首棋 你看这部棋 那它道理在哪呢 这部棋 到底就是 黑棋无论怎么下 这招碰实际上是可以 向大家这个做一个小推荐的 基本上这个你一碰 对方就有可能很上火 对吧 对方一上火 结果发现哪里还没办法 就是他你就有可能 能占到不小的便宜 你比如说这一碰 对方一上火 不服帖 就一搬 那你可能跟着 反搬 跟着反搬 对付这个这种碰完之后 对方一搬来讲搬哪 你就跟着搬 挑一边搬 都是可以的 你这一搬对方 你要事先看好争子 对方不能 这招不能让对方成立 吃 尝 就沾上 对方不能沾上之后 你这要争不掉它的话 最后你可能会有点想 就是这个角的争子 对 你只要争子有力的时候 这不碰 你看这一搬之后 对方看着这个断 它也不能断 你就有便宜 这样黑气如果只沾上的话 那白旗的理论就觉得可能 这样便宜了 它就会觉得便宜一点 先手便宜 是 然后它如果要从外面搬 那你就从脚里搬 往脚上搬 跟刚才的效果一样 跟刚才的效果一样 它如果取脚 你永远可以把这个子蒸掉 这个碰跟蒸子是有点关系的 只要你粗粗一瞄 那边都是你的子 你就可以碰上去 基本上不会吃什么亏 这个碰更多的黑气选择 下班会多一些吗 王老师 对 黑气基本上下班是多一些 因为你对人家碰 你无论是这样长还是这样长 等于人家推你一下 你往后退一步 你肯定是要不要占便宜 这个如果是往下长 就有点类似 三三坚冲那个定义 这样也看 这等于是三三坚冲 白旗长 白旗破市的角度 白旗自然是非常满意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 黑旗的最佳位置 肯定不是三三了 黑旗的最佳位置 就是这儿 或者星位 对 因为要兼顾一下 那半边的后市 对 黑旗要发展这边 白旗 实战这一碰 碰 另外 就选择了 搬这个 那 金山就反搬 因为这个黑旗的 正子不利 也不能从这儿打 那就只好 忍耐 然后白旗沾上 然后黑旗再跳 然后再拆 白旗扯二 那王老师 这旗如果白旗 不碰 直接 它是这个角的小木 是吧 对 你看它 通过这个碰的手法 就在黑旗这个 想要违控的地方 获得了一个拆二 就基本达到了 破黑旗形式的目的 如果你要不用碰这个手法 你比方说 就挂脚 这个旗 你往那普通的一挂脚 人家就这样一尖 你这边是 破不了黑旗的空的 这是这个碰的 这不起值得推荐 好的地方 很好用 很好用 吃亏的概率不大 很便宜的概率很大 要点呢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争子 把白旗搬黑旗粘上 它再粘上 粘黑旗跳 这个拆二呢 也是非常那个 本分的一步起吧 你别看警察力量大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它力量大 所以对于自己的毛病啊 也是捕的比较牢的 你比方这时候 你要想 我为什么不拆三呢 这不是说过吗 利二拆三 那要拆三 只要注意这个地方是有毛病的 人家这样打入 现在你不要说这个形状了 这个 这个边没有后视的情况 你拆三 AI都很喜欢打入 他认为这个不亏 你看这个情况 你要打入 你要这样走的话 人家有可能有挖这个气 这一招也很厉害 挖 你要退这个 人家一粘 就度过了 你要吃这个的话 人家这样吃 如果你要提这个的话 那你这个子就被黑性 割下来了 如果你要去下边呢 那你上面就要被人家 这样提一个花 这个黑气也是有便宜的 而且将来这个旗行 如果黑结材有利的话 还有隐患在 对 你要结材有利 你还直接去断点 所以说这个拆三并不牢靠 看似你走得快 实际上 这给黑气留下打入的空间 从今天的开局看 感觉景山玉泰 今天的作战计划 是刚先捞空 对 这拆一手 三三就告诉大家了 我这要先捞空 你看这已经是一个小脚 两个小脚 三个小脚到手了 捞得很快 我们看实战 实战黑气 对 那黑气 你这边白气是欠一手的 你不走了的话 那黑气自然要来走的 然后白气 白气是靠压 白气靠出来 不愿意被黑气封进去 一般来讲布局的时候 还是能出头 就把头赶紧出来 要被别人封进去 就相当于脑袋被人家摁在水里边 就喘不过气 那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靠压 就是出头的一种手段 这也是朴婷环 景山玉泰 对着电脑下 这个要 这农兴兵是史上第一次 用这种形式来比赛 以往这都是两个人要面对面的 农兴兵都21届了 在这个前 基本上前些几届 它都分成三阶段 我这个很多时候第二阶段 我都会带队去 那时候都在釜山 在韩国 对 因为那个农兴的工厂是在釜山 所以每次都要去釜山 在那个农兴饭店的九层 都非常熟悉了 这种场地的布置 多少年都是一样的 结果今年突然来了个网络 也是很新鲜的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这下来的这个时代 然后搬 然后退 来起退 然后黑席现在这边先逼了一个 他这个意思 没有直接补断 那就是他如果要直接补断的话 他不愿意让白旗这样拆过来 白旗就拆二 所以说他先挂一下 如果你要现在你要吃我这个子呢 那我这边可以攻击你脚 就大概逼住 对这边可以先打了沾上 所以说白旗一看呢 还是补脚要紧 黑旗是 黑旗虎的一个 这不虎呢 我印象中 AI好像更推崇的是这一招 这一招之所以有预想比较深呢 也是我们很难想到的一手 你要在没跟AI学习之前 这个旗其实局部这个子 你要不给别人吃嘛 你要不沾要不虎 这两个比起来呢 还是虎一个形状更好看一点 但是AI这个棋 他认为他应该走这个 这个二路立 感觉上他对脚上白旗是有想法的 他这部棋呢 其实也蛮深奥的 他的核心的思想呢 就是他希望白旗 能赶紧把这个走 什么走一个 走一个之后呢 黑旗这三个子就清了 这是这个AI所看中的 这两个交换 他以后就这三个子 如果一旦被白旗吃掉 那这两个交换 你就走不着了 就是在补这个段的同时 他还希望兼顾着 这三个子的安危 这是AI这个比较看中的 当然这个这两步棋呢 之间的这个差别呢 不是特别的 没有说是一手棋 掉了十几二十个点 那样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臭棋了 对于AI来讲呢 超过十个点的胜率 他就可以认为 你这步棋是有问题的 在十个点之内 都还好 差别不太大 对 归朴婷环这一排棋 可能也是考虑到 这和子距离比较远 可能是担心将来 白旗会有打入的 这种 是的 但是我这个 无论怎么讲吧 你想想对于我的 已经都退出一线棋手了 都变成老棋手了 连我都知道 有这个二陆立的手法 那这朴婷环 要不知道的话 那他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这说明呢 他这个病书呢 读的还不够多 不够用功 对对对 还不够多 是 好我们看实战 实战白旗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想法了 但是你同样是 要从AI的角度来讲的 这个 这个时候呢 白旗其实最 最闪下的 就是这不顶 就同样的道理啊 把这三子吃了之后 你这两个便宜 你就站不着了 而这两个便宜 要没站着的话 黑旗 这三子被白旗吃很痛的 你比方说 你要这样一扳的话 人家身上还可以先冲一下 这个冲完 黑旗的旗形不是很好 对啊 你看你这外边都有 还有两个断点 这三个字已经被吃掉了 你要不可能被吃 你跑呢 你看就会发现 跑完之后 白旗这几个字 还是很管用 你接下来 你怎么补断呢 你这样是先手不断 但是这样有损 再站完之后 就产生一打 你要这样虎呢 他被人家送到头一拐 这个黑旗就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要是我下的话 我这种时候被人家一顶 我也不知道是该跑 还是不跑了 这个你往这搬呢 这个黑旗压力就小多了 而且这边子力增加之后 以后黑旗的三个子 就随时可以弃掉 对 你这边走的越多 你吃三个子的这个意义 可能就越小 价值就越小 对 实战搬完之后再连搬 感觉像白旗想获得一个新手 白旗的思路是连贯的 搬完之后他就要连搬 他视为这两下是便宜 因为上面反正他也不打算打住了 然后黑旗后上架后 是的 然后黑旗实战先打一下 先制造一个断点 黑旗再一退 然后白旗下一步 其实吃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认为白旗这个下法是有问题的 这个三个这么美味的大餐不吃 这是适合道理 你顶完吃掉这个子之后 反倒是因为这个地方要防备着黑旗跑出来 你这个越来越就不方便动手了 你等于是吃这个子的同时 你不是白吃的 你还付出了失去这边便宜的这种代价 王老师现在顶一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呀 什么时候顶都可以 这手棋就可以省略了吗 你要现在顶的话 可以看得清楚 多了白旗这两个交换 黑旗更不敢把这个跑出来了 黑旗可能只能是 怎么着 这样就弃了算了 那你能吃三个干嘛吃一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景山是有点小问题的 还是说景山将来是想大吃 这边走完之后煎出来 你的意思是想大吃是吧 吃大一点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了 但是这个棋你要知道黑旗这块是活得比较铁的 你要一旦煎出来大吃 人家不压完之后 人家把这个也给跑出来 那也很严麻烦 所以这景山吃这个字 我认为是有点小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黑旗这边先刺了一下 这个尖刺是不亏吧 可以说是不亏 先手便宜 对 尖刺完靠 这个碰 这估计是跟景山学的 这一碰 现在这个AI的三大招之一嘛 就是碰嘛 还有尖冲 再加一拖铁 这AI的这个三大绝技之一 非常的灵活 碰是可以理解成一种最高效率的这个违控法 是 那尖冲呢 自然就是压迫你啊 把你让你走在低位 往来走在高位 脱铁呢 就是那就是战略上的 这个地方我根本就不和你纠缠 在AI的这个棋里边 有很多这个看似不能脱铁的棋 它经常会脱铁 反正那种棋呢 我看到的时候是不太能理解的 这个 它的棋整体上是非常清零的 很难抓住 它脱铁的逻辑你不太容易想得通 它可能是想的是全盘性的一个部署 但我们难以揣测它的意图 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能这个大脑是不能够这个并行计算的 追不上它的思路 追不上 这个碰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 这个碰呢也是 跟这个碰一样也是都可以向大家推荐的 你这个比方说你要简单的走这个 这也是一招棋 这可能是更符合以前的这种手法 但是要注意啊 这个走到这儿了你可能就是一个后手了 你这样下百姓不理你 你也没中 但是碰的对方不理你 你这一下班对他的这个打击比较大 这种碰一般来说是希望先手的把这手棋给他走掉 追求棋子的效率 碰呢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你别碰到人家这个铁头上 你比如说这个棋我也来碰 那就不合适了 只要是他不是说特别的这种 不是特别薄 你就都可以碰 像这个拆尔可以视为是火起 这种碰起来的时候就容易占到便宜 实战碰然后白棋搬 对 黑棋退 因为你这时候不能反搬了 你要反搬被人打一挡 可能这个子就进去了 有点危险 白棋如果说王老师 如果直接长一个的话 那黑棋就先手便宜了 黑棋可以视为先手 黑棋还可以 你不是让步了吗 我就再长你还长不长了 你要一长 你又被人占便宜了 他可能来劲了 他又来贴了 对 这个白棋好像脱不开手 这个被搬住不太舒服 这当然也是因为这黑棋上边是比较厚了 你在这长多少对黑棋没什么影响 那面对这个碰的话白棋也没什么招 其实就是搬或者退 对这个碰是比较难缠的 下搬的话呢 黑棋是可以连搬 对 这个一般来讲你只要是能连搬住就连搬 都比退便宜 连搬不行的 你自然只能退 对 实战选择的是上班 然后黑棋退 白棋把断点补上 沾 接下来黑棋这边拐了一个 这拐也是有点百年功率的味道 实际上不拐也没什么 不拐也可以 去走其他的大厂也可以 拐是比较厚实的手法 你比如说要我下午可能就不愿意拐了 因为拐完之后对白棋也没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碰感觉就是为了争个先手 然后想拖先的 你现在又走了后手了 那你就碰起来 那是不是还不如走一个这个呢 有可能 你有可能还不如当初直接就别碰了 让白棋加厚了 所以这不拐可能是有点缓 当然朴婷婉可能也有他担心的地方 他是不是他怕我怀疑 他怕黑白棋这样点进来的手法 也有可能 而且这一盘人骑的格局 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地方 好像可以抢了 你这个分析也很有道理 他可能朴婷婉觉得我 你让我先手干嘛 我这先手也没有用 是不是 不然该下什么 对那我就 拐一个 很厚实 很厚的就拐一个吧 积蓄力量 白棋实战压 这个我也 这不压我也是不太明白 这个白棋显然是活棋 这个黑棋 难道不也是活棋吗 这个也是活棋 在这压想干嘛 如果想把这个子吃掉 那你就提就吃就好了 甚至我这 这个能不能顶出来 总是想动这个脑筋 甚至这个加也非常大 这个形状 AI一直都是认为 这个地方黑棋挤一个很重要 它这个核心思想仍然是 如果这两个交换之后 再吃三个我就 可以弃掉了 这两个已经便宜了 那反过来推理 那你白棋也可以考虑加 如果黑棋唬住 你就把它给打 这个 也很大 关节很大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压 不知道警察看中些啥 黑棋 黑棋跟着搬 搬 白棋断 那搬着还是间接搅着这个吧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 可能 就是或者就干脆就 又来又来碰了 碰上去 或者走这个吧 把这个防住 要是我可能防住 就这个搬 你搬我就跟着搬 没什么影响 白棋 顶多黑棋是被欺负一下 但是你欺 你连搬我就退 你欺负完我以后 你这都走在 可以说是不毛之地的地方了 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 围不上什么空中间 对对对 这个地方我总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实战他是选择这个是吧 然后白棋断 你看你一般人家反倒来劲了 这个断也是很有意思啊 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气质说法 你比方说你要这样 你要打 白棋可不是说就这样 就能把两个子跑了 这个要往下长 你长 这黑棋一立 这显然是白棋是杀不赢黑棋的 但是白棋 他的目的我相信应该是这个 通过这个气质 使这个加变成先手了 你要吃这个的时候 那就等于他加的时候 你在里面补了一个 对就目数上白棋病流损失很大 上面还能再打一下 以后上面还能再打一下 他最重要的是 这个他把这个市场 本来就是黑棋的空 那我这个加的便宜 就等于近乎于白来 比较愉快 这也是这个景山的目的吧 那朴定华显然识破了 所以说朴定华也没有去这样 去吃白棋这个段 是啊 他选择里边打 这个选择应该还是很很正确的 长 长 贴住 这样白棋这个夹是后手 那白棋吃上面 白棋还字字不倦呢走这个 啊这个棋我真是不太能赞同啊 白棋在这画了一手 又画了两手 这要是加起来 两个子还 黑去都可以跑 还没吃到嘴里 是 感觉以景山玉泰的风格 是没放开手脚吗 这排棋 你有意义相当的力量很大呀 对啊 但是你这个力量是很大 但你有地方屎啊 你相当于你碰到了一个这个 练太极拳的人 你这个有力没出屎啊 所以说 呃 你感觉按照他之前的风格 这里边早就会动手了 对啊 早就动手了 多了这个鸭的这个 难道这个就真不行吗 我这个 呃 有很大的疑问 也可能是啊 要这么说的话 可能景山觉得饼是行不行 但是他不知道吃了便不便宜 哦 没有判断清楚 他没有判断便宜 就先没动 所以说他就算了 我也不动 因为吃是个后手吃 对 我这样吃的目的呢 可能还是让你这个跑不出来 哦 实战看到后面两步棋 黑棋这个子跑出来了 啊 黑棋这个还要跑啊 对 然后把下一步去发动了这个 右左边的这个 右手边的这个战斗 不是 嗯 这个为什么要跑呢 我这 我这有点晕啊 嗯 虽然这朴婷环是一个高手啊 但是说 在这里高手难道就没有下臭棋的时候吗 嗯 还是想这个 对这步跑做成一个 做一个批判啊 这个我们开始讲棋之前好像就看到这儿 这个 这个跑本身价值就其实能看到就是两目棋 他跑出来之后对白棋奖没有影响 嗯 对这块也没有影响 哎呀 两目可能太少了 要不算给他多算点 三点附带了中间的权利 哎 你就算是有十目的价值 那这个也不着急啊 十目的 比方说这一首期估计小说也得有二十目 这个半章也得有十五目以上啊 因为半章完还有二度加的手段 是 而且核心呢 还是在这个问题上 啊 这个能不能走出来对黑棋来讲才是比较 嗯 重要的地方 他说只说这几一首 这个 这一招 平定的话不会 我觉得太遗憾了 因为我都会 啊 这肯定几一首 他如果一接的话 这三个你就可以不要了 你这几一首就使白棋这个家 失去了 是 他如果要立在这儿的话 你这个 因为这有个段 你这跑出来就厉害了 这是绝好的这个时机的 嗯 但是跑这个 思维惯性了 他可能以为警察是不是还要跟着他走啊 嗯 但实际上人家就算跟着他走 他不按照他的思路 他不还是要继续跑吗 嗯 啊 我来解读一下吧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他想着把这个跑出来之后呢 你比方说啊 你要走这个 我就压 嗯 间接的啊 防备 白棋顶 他说哎 我这有个跑啊 你看着啊 你这个顶 你不能乱顶的 你得赶紧补一个 然后我也补一个 可能是这样想的 啊 但是啊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太低估进山了啊 太低估进山了 力量了 嗯 对这这种地方 咱们都看得出来一直都想跑啊 白棋都一直想琢磨着把黑棋这个三个干掉啊 特别是在这个年 还有二路加的情况下 是在黑棋没有几道的情况下啊 啊 我不相信这个朴顶环没有看到 可能也能理解成一个随手吧 啊 有些时候 咱们下棋都思维有惯性啊 对吧 是 你沿了一条道就很容易就走到黑了啊 不撞难前不死心的那种 对 而且这次比赛是以网络的形式 在往期下多了情况下面对电脑也容易 哎 你说的很有道理 有惯性的随手棋 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啊 就像有一些咱们前面说过啊 有一些高手他也不喜欢下往期 啊 就是往期下多了之后 你容易养成这个随手棋的习惯 对啊 是 你看这个跑我就非常表示疑问啊 我们回回头呢可以用AI来测一下看看这个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那现在如果说白旗不把这个练出来 我觉得他这个跑还好啊 就怕白旗把这个练出来他实战是实战就是走了 实战是怎么练出来 哦 哦 小肩这好像 终于走出来了 小肩好像黑旗我记得有着一跳架的这种处理手法 对 实战是跳架 他是用跳架还是用压 跳架实战是跳架 哦 实战是用跳架 选择了跳架 跳架这个其实很漂亮的 因为你看你这个如果你要再跑的时候他再一打 哦 这个手段就来劲了 哎 这个这样一搬再让白旗就昏过去了啊 因为你本来你要打完跳架 人家肯定是跳了 人家不会下这种构旗 这边一搬这个局促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跳架呢 他是暗藏着一个陷阱 但是如果你要不往冲呢 你要去吃这个的话 那白旗黑旗这样一吃 你这样一包 他又获得了一个整形 就弃死了 所以你要或者是吃的好点这样吃 可能黑旗也可以比较好的 体面的弃点 所以这个席最厉害的是顶这 白旗最厉害的手法是直接顶出来 今天那么这一跳架 景山是怎么收拾的 脱先了 哦 AI三大招脱先了 这个应该是无奈的脱先吧 因为这个一旦被黑旗补了 这不是亏了吗 这个 这个难道景山不认识这一跳架 他们俩 估计之前是没想到 他们俩再这么表现下去 我都有信心上去跟他们招呼招呼了啊 怎么我都会的招他们都不会啊 这是这是什么情况 然后实战呢 实战是 实战是 对 跑的这个 这个这个 那这个要被黑旗补一个 他这不明显亏了吗 这个肩 黑旗是先压了一下 压一下 然后把那个地方补了啊 压一下啊 那看来是 那看来景山玉泰之前 尖的时候 可能确实是没有注意到这手棋嘛 然后补了一个 那就 那也亏了嘛 那就等于或者等于这样 那黑旗本来补了一手 然后他往这送送支了一手 那这毫无疑问是亏了啊 但是还好吧 损失不算特别大 嗯 然后白旗走到了刚才王老师一直说的这手棋 家 哎呀 这个确实是大量啊 因为家 呃 黑旗要不走的话呢 白旗还可以往里长 哎 你要沾的话 他还可以再爬 嗯 爬完之后这个圆主还是先手 对 你要走的话呢 人家这样一打 因为这个截 黑旗太重了啊 你基本上把你打回去 嗯 那就被人家先手便宜啊 啊 这样的结果跟 呃 被黑旗这样什么 煎一下啊 挤一下相比出入还是挺大 对 目处上相差非常大 三目以上 而且主要是类似双仙的官子 是 对 加完白旗先手挤黑旗是先手 对 那就更大 是 所以说这个加还是很有必要的 哦 那这样一个回合下来 是什么 谁便宜了呢 呃 等于是黑旗最后又回到了这个要点 那我感觉还是黑旗便宜了一点 因为黑旗把这个心头大患给解决了 嗯 然后加黑旗脱先 啊 黑旗是跳了这首旗 啊 黑旗孜孜不倦的要这三个子 你这个次因为白旗是先手了 这三个还大嘛 这也稍稍有点疑问啊 应该也这个次白旗显然是先手啊 那这个三个救出来 对白旗这块跟脚里应该都没有影响 他可能十几目 对 十几目 但是当然现在你说走别的好像也看不到别的了 我估计他可能是怕白旗搬了连搬这样大吃啊 因为如果他要真的不打算要这三个 我相信他可能这个都不会压 因为这个压就有点奇怪啊 这个为什么要压掉呢 那直接吃着就好了 如果白旗在加的时候他不要的话 那他就什么就直接拖鲜就行了 这压一下再拖鲜就损了 对啊 你压一下不是越死越多 摆送了 嗯 他们这就是思维惯性吧 很看重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自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二路飞也是够大的 嗯 实战黑旗跳 白旗马上把这个二路飞回走了 对啊 这个旗黑旗飞完这个角也很大 主要这个飞关系到这块旗 对啊 黑旗这块旗可能就要吃点苦头了 黑旗压了一个 白旗是退 对啊 那就打算是搜刮这块黑旗了 嗯 不过这个应该还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出入啊 没有形成什么摆目转换之类的 所以说应该都还好吧 嗯 黑旗实战这边搬了一个 啊 啊 他选择的是搬这个的手法啊 那白旗吃 吃 粘住 粘上 对啊 啊 白旗是爬掉还是单吃 应该都可以吧 单吃 单吃的 反正是吃着后手 然后黑旗的补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 对 黑旗是拐了一个 啊 拐一个啊 拐在这儿 对 拐了一个 那这个局部就告一段落吧 啊 嗯 这个形式 看起来 黑旗的控的效率似乎是更乐观一点啊 我们看看黑旗的效率 都撑的比较 比较满 这个小堡垒大的也不错 嗯 啊 白旗这个好像是没多少梦啊 这个十木旗 嗯 二十木 三十 三十五木旗吧 白旗差不多 嗯 黑旗呢 这个十五木是少说了 这个有个 小十木吧 啊 就算九木吧 二十四木 这个十木也是有的 三十四木 四十四木 我觉得是白旗 这个黑旗形式还是蛮乐观的 对 这个地方 还得还得损一下 主要是黑旗也比较厚 像后半盘这种收束 应该黑旗都有先手异味 对 拐二 我们也可以看看脸啊 看看他们的脸的表情怎么样 呃 跟形式做一个相互印证 嗯 啊 这是景山好像我感觉挺严峻的 啊 这个表情挺严峻的啊 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形式 呃 我还是看好黑旗啊 比较厚 诶 实地 还不落下风 嗯 后半盘比想好收束 对 这个我们得 呃 给这个 给景山加油了 看看他有什么 呃 比较厉害的手段吧 啊 啊 白旗下一步 走到这个 啊 嗯 他这个 先手便宜吗 哎 你他希望你走这个 然后他再把这下刺掉 嗯 他就两边便宜都走到了 但是这估计是美梦啊 啊 朴定环怎么可能 呃 让你那么开心呢 嗯 啊 刚才在上面都发现了一个小手段啊 啊 这讲来是不是 呃 黑旗白旗有着一间 啊 刚才我们给这个黑旗数了九目啊 啊 这块这样一间可能就只有七目了啊 嗯 因为你打不住 你要打住的话 之后这地方 对 呃 可能这里面 那黑旗大概 最好的结果可能走在这个位置上 嗯 差不多 这个和这个吧 反正是你挡不住 挡不住 你可能刚才我们九目数的稍微有点多 哎 这两目很重要啊 啊 因为这当 哦不对 这个青铜心碑是韩国规则 千六目半 啊 我们都是中国规则是 对 七目半 六目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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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两目可能 效果又大大折扣啊 嗯 我们看看啊 黑旗是 黑旗沾上 对 你要走这个的话 嘿 那景山估计都得嘲笑你啊 你非我敌手啊 可以沾上 一定是沾上 沾上之后这个地方 就得补了 哦 那感觉这两步骑交换 留这么大的隐患在 不一定便宜是吧 因为这走完这里边 这里边也还手上 对 这个空也不是空 但是他也不愿意下这一下 下这一下 他觉得太俗 他把味道都卖卖掉了 对对对 这有点难以取舍啊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啊 心情可以理解 实战走完就脱仙了 没有再走啊 直接脱仙 脱仙 搬毡还是这个 选择这个搬毡 这个相当实惠啊 这个太大了 因为搬毡之后 产生的这个二路夹 这二路一夹 就得有15目 对 那你就可知道这个搬毡是价值 这个夹黑器都立不下去 已经挡不住了 你一立边一段 全都碎了 只能选择沾上 那边一度 你这个空一目都没有了 开口了已经 这个搬毡状态 非常大 是 但是黑器其实也不甘心 就这么补上 被班战走过先手 你补补 反正是那个被夹起来很大 也很大 黑器是不是 你既然不走 我就练练你吧 对 把这个跑出来 会不会选择 这个下法呢 嗯 黑器实战是 这边先动手 先走了一个 在这里动手 对 先走了一个这个 嗯 这个 他是这样的 他如果你要不走这个 被这个被白器一跳呢 嗯 他就拾木齐到手了 嗯 如果这样一点呢 如果你要一压的话 他可能这样一顶 可能你的拾木没了 黑器还来了 这个确实也非常大 对 而且更重要 这X2还没有完全的活 特别干净 嗯 走完之后X2 但是问题是我还是关系 这一加他怎么收场 对 所以实战就 马上白器就加上去了 没有给黑器机会 黑器如果一虎的话 这个15目是最少的 嗯 15目太少了 估计得有20目 那现在这倍一加之后 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黑器一目也数不出来了 啊 那是就是说这部加可能有接近20目加值 哎呀 那也不小啊 对 这是眼前的20目 那一个是虚的 还不知道能算多少 也不小啊 也不小啊 然后黑器实战虎了一个啊 白器吃回去 哦 这个虎一下的还是不错的手法 我看到了啊 对 他以后可以打 你提 他接下来有力就再打住 不力他就哪怕长一个 他也算 守住了一 守住了 守住了最后的防线 是的 嗯 这样的话白器可能就变成先手实木的一个观泽了 那虎完之后 他现在应该是不走吧 现在应该是先 怎么冲还是 靠 靠压 对 先攻这边 靠压 白器会不会顶 对啊 如果白器简单的扳的话 他这个靠压就是好手法了 这也是AI手法之一 扳完他一顶 比较有力 你打我一下吧 我也不疼 因为我张完之后 产生两个断点 你比如说你要想力的话 我这一断 你还拔了 嗯 不太舒服 你要你要接或者虎 这都是绿二拆一 太重复了 对 所以这个靠很好的手法 唯一担心的就是白器领 嗯 实战白器是选择了顶 白器选择顶 顶完之后二路扳 对 这是黑器比较担心的 黑器要对付不了这个 你也就别靠了 白器二路扳 白器二路扳 这个黑器能不能从这里往逆袭 这个这个行不行 白器就扳下面 我还能不能再连扳 连扳 连扳 白器如果要吃你呢 哈哈哈 打吃这个 哎呀就怕你这个 然后我就尝一个 就就怕你这个 这个所以说不知道行不行啊 对 下一步要小尖吃 嗯 你尝一个之后 我如果要走这个 嗯 是不是被你小尖 小尖干掉 嗯 是被你干掉 我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被你冲下来 我也有好受 所以说我连扳不行啊 连扳不行的话 那这个器 黑器 黑器是连扳了 那边 那就不能扳这边 对 那就只能扳这里 那白器顶就是正手啊 是 看到的是飘亭环 看起来 信心很足 信心很足 嗯 嗯 那连扳了之后 白器自然也是不能再硬吃了 因为这上面黑器都太铁了 诶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两位 难道都不喝水吗 好像农心 没有禁止喝水的规则 对哦 因为我没看到有水杯是吗 而且农心还生产水啊 这时候应该在这放两瓶水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嗯 好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啊 啊 你这白器现在自然不能从这吃了 因为那是太厚了啊 白器估计就还是就这样 拌一个算 或者把这下吃掉啊 看看白器的选择了 吃不吃呢 估计都可以啊 还是扳吧 嗯 这样这两个顶就便宜了 嗯 对白器始战选择了一个作战的下法 这还往哪作战呢 非常厉害 打完之后打吃 打这个 打那边 打这边 打在这儿 咱们前面说了 这边是超级铁皮 不能在这走 结果他很不给我面子啊 他真的在这走 从这儿杀出来了 我 我感觉这完了 这个 景山要晚 嗯 这个 这难道不是铁皮吗 咱们就讲究一个逻辑 啊 如果说这不是铁皮 他可以 黑器这个都 都三只眼了 这也沾不出来 在这个地方 跟黑器作战 能有好果子吃 这个被搬下来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 这景山太夸张了 这个 有点冲动了 我感觉有点冲动 他觉得这盘棋 不太好下 不 当然呢 他可能他有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算录了 咱们没看到 因为什么呢 黑棋既然这样联班 最不怕的就是你这个 如果你这招就成立 那黑棋这招联班 就是昏招了 嗯 黑棋就不成立 那现在等于是 景山告诉朴婷 你 不对 你这招就是不成立 嗯 那就等于两个人 就相当顶牛了 嗯 所以也没有办法退让了 只能 拼上去 一决生死 一言不合 大打住手 嗯 我的感觉是这个 景山有点过分 你再大力量 你也不能盯着人家的这个 后舍在那儿 猛攻啊 嗯 哎呦 我怎么觉得 哎呀 片天花也被惊到了 啊 也被惊到了 这个 这个比赛的用时 王老师 是每方 是一小时 啊 每方一小时之后一次 一分钟读秒 只有一次一分钟读秒 这也对 这也是农兴的一个传统啊 多少年来 也都是这个规子 那这个赛制的话 在目前的比赛当中 算是快起还是慢起呢 那咱们是不是得发明一个词了 叫做不快不慢起啊 中间 中间 因为他你说他的快起 他一个小时保留 你要说他慢起吧 大慢起一般都是两个小时起 对 呃 这个 我觉得景山今天危险了啊 呃 他危险了呢 咱们可能也轻松了啊 咱们可能就不用跟着他耗的很晚了啊 因为我记得因为是农兴杯是 60秒一步的起 对 如果说真的要下的晚的话 下多少时间都有可能啊 我印象中最晚的一次 是 是 都下到7点去了啊 肚子都饿的不行了 哇 美方 用是一小时基本时间 嗯 拉到了7点啊 对啊 因为他60秒一步 他每步期都到5 50才下 一个回合就两分钟 大战 100个回合就200分钟啊 嗯 布局阶段先来两个长考 那可能就两个保留时间都用完了 是 那看这排气的格局 应该不会拉到那么晚了 对 不会 特别是景山如此冲动 这个 嗯 我觉得景山实在是有点问题 他这个实战舞他怎么办 对 实战黑棋是斑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神奇的妙手吧 对 这是他的先手 嗯 啊 是不是景山有误算啊 我看到了啊 我给他解释一下 他是不是本来以为走这个 啊 然后一打 他就能一断 哎 黑棋 这三个 这两个你都跑不了 嗯 你假装一斑的话 嗯 那我这一尝 你这不是死了吗 你要一打的话 我一粘 你这俩不是死了吗 没看到力是先手 对他可能没看到人家还有一粒 我估计啊 真的吗 这是合理的推论 啊 你看这一粒 你只要粘 这多了一粒之后 人家就跑了 嗯 跑了之后 你这四个吃不着之后 你这几个这几个都照谁去 马上就崩盘了 嗯 我估计是这样 嗯 因为如果说要看到了这个结果 我相信是白皙是断然不敢这么干的 这个太 这个 这一向都不知道怎么收拾了啊 我是已经 觉得 哦 白皙还真的 可能止损了 这么下的 白皙真的这么下的 他是没看到那个力 还是他还是说他觉得这个图白皙是可以接受的 那 白皙可占 那 金山太自信了啊 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 对 利雷克 利他他他造什么 他随便了 这个提 提掉可能好一些 对直接提 因为提掉之后 这块棋毕竟是还 还有该个活棋 然后黑棋搬回去 搬回去 我们要想到 当初黑棋这个 白棋这个地方是一个拆二的安定形状 白棋不是本来就不活 而白棋本来是一块好好的活棋 你好好的一块活棋 现在成为这两边都不活 那这个你能好吗 你好不上哪去啊 如果说你这个圆一个是先手 那二个棋白棋就可以下了 你圆一个可惜这个是后手啊 出不来 那就相当于黑棋这个跳是先手 因为你得做活 那你这五个这个 这这这这怎么着都是一个出于被告的状态 是 嗯 白棋 点了一个 那这个 点在这儿 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要气还是不气了 气了也心痛 跑出来呢也比较困难 因为这这两块都没活 最重要的是 你就算都活了 白棋 黑棋也没什么损失 因为黑棋这个班已经五六 六木齐来了 对 已经来了六木了 还破了你个差二四木 也就是说黑棋 怀揣十木 在给你作战 而白棋的收获呢 肯定是十木不到的 这个地方 黑棋沾上 嗯 然后悬念是他跑跑 啊 这个 难 得跑啊 得跑是吧 因为你白棋气了之后也没什么东西了 啊 没走到东西哈 嗯 他实战是靠了一个 靠呢 我肯定是先跳出来了 啊 对 黑棋跳 嗯 然后那就自然是只能先搬下来再说了 嗯 搬黑棋是 利还是挖 这倒是个选择 挖了一个 嗯 还是挖 挖是为了争一个先手 嗯 挖白棋退 局部 黑棋先脱先 嗯 这个局部要走可以加啊 这是一个经典手机啊 啊 那现在呢可以看啊 这个去不活 这个地方有个跑 对 这个也比较薄 对 呃 黑棋唯一的问题是这个 那作为呢简单了 做黑棋可以 考虑 什么 把这几个走后了 然后 白棋可能就四处都得忙活了 对 下面有一个 先手验 对 这个黑棋这样 挡一个先手 然后就圆 对 黑棋 这个活的太委屈了 就算活才活了三木棋 能活不错啦 这个 要没有这个活棋 马上这个白棋就得起立了啊 是 嗯 现在黑棋就是一定要把这块走后 因为黑棋把这几个字走后之后呢 白棋各处都是毛病 嗯 对 你现在不要着急去哎 攻击人家 你要去攻击人家 你可能这个被人家揪住 人家都都好看 嗯 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对于景山玉泰来说 是一个难局 对 很困难一个局面 也不知道景山玉泰在后半盘 对于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先稍事修许一下 嗯 一会为您带来后半盘的讲解 一会见 好 欢迎回来啊 各位奇迷朋友 我们可以在天园围棋公众号的围棋天园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电视直播讲解 那同时呢 如果错过了直播也不要紧 我们三天之内都可以回看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弄心碑后半盘的讲解 嗯 你刚才说的这太好了啊 因为确实是啊 因为今天 呃 还是工作日 是 大部分旗友可能在上班 对 不方便观看 会觉得很遗憾 三天还有 还可以回饭 这个是很体贴咯 哦 这个票警官现在感觉是面部 非面部的表情非常舒展 啊 因为当前的形势呢 可以说是可以其实一帆风顺 你从他的微微表情 能感觉出来 他有微微的面带笑容的感觉 嗯 那是 内心的喜悦已经 呃 残不住了 哦 这个景山 比较 强烈的对比 对啊 你看这个 呃 我们经常形容啊 这个 这种的脸 我们这个起手之间就会说是酷瓜脸 啊 非常的酷啊 是 啊 当然也有一些棋手 他是比较善于表演啊 啊 他这个好像是面部表情非常的 丰富啊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替你痛苦啊 形势的好得不得了啊 啊 但是哎呀你想你怎么这么惨啊 啊 也有这种棋手啊 全有趣吧 容易干扰对手 这个局部里边啊 因为景山可能忽略了朴婷 这个一路立的经典手筋啊 结果这个呃 被 等于朴婷婷把这个断开之后 这块这块 还有这个三个毛病 已经忙不过来了啊 啊 所以说现在可以说是 啊 朴婷婷的黑旗呢 是非常的主动的行事 啊 黑旗 接下来非正 这个路数非常好 别千万别着急去杀他公他啊 把自己走走后了啊 之后这也是毛病 这也是毛病 到处都是毛病啊 然后白旗 贴了一个 贴了一个 那也这个是冲不出来的 搬还是跳都可以啊 然后白旗就地做活 利用这个先手 这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你本来你还可以 考虑这儿的利用 你这打完之后也没有了 嗯 接住 白旗是团 这是个后手啊 这痛苦啊 这个啊 这接不出来 现在 还该黑旗一下 估计就是 朴婷婷也乐得合不拢嘴了吧 啊 这个哪呢 供供这儿 还是跑跑这儿 似乎都可以 嗯 而且最可怕的是 你数数控 好像白旗控上也未见领先 啊 15 16 加上8 24 30 32 白旗还是40目 怎么都不会倒 啊 35目左右 黑旗呢 这12 21 22 30 这块 如果走一手 有10目 不走就没目 也有35目左右 嗯 也就是说现在呢 全局实控旗鼓相当 对 那这些毛病 就都是黑旗的福利了 是 而且中间感觉 黑旗无形当中 还有点浅力 啊 你已经看到了中间 可能会出现空了 对 确实是啊 因为这一子 跟这边子 这都是有价值 嗯 我们现在看看 朴婷婷怎么样 把这个旗啊 给运转啊 朴婷婷实战这边断了一个 哎呀 这断一看就厉害啊 因为刚才我们都说过了 黑旗白旗现在实控不占优 如果把这个字干掉了 或者把这边干掉了 两个吃一个 那都有10目以上的收益 那这个收益就是黑旗的优势所在 是 这一段呢 这也挣不掉人家 这个白旗很尴尬 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白旗顺着这个方向 打了贴了一个 这是最苦 最痛苦的一个手法了 因为对于这种段 我们知道最好最高效率 是这样争吃 实在不行 你来一个跳架呢 也算是 说得过去 嗯 这样拐打 送人家这样长 那是属于是 倒推车 最没面子的下法 那也没有办法 确实没有办法 这个不能不要啊 白旗继续贴 然后黑旗 黑旗是坏吃 非常老道 因为他如果长 自然是下面吃的多了 但是这地方压多了之后 他担心这地方出毛病 这边有个小尖 哎 有点问题 都挡不住 担心吃毛病 是 对于黑旗来说 黑旗保守一点下吧 会更平稳一点 对啊 刚才这个脚我们数了十二目 现在已经变成二十二目了 已经十目起来了 而且十目到手之后 可以发现啊 白旗这一对 还是没有货呢 还是无根扶贫啊 是 离这边的老家还远着呢 对 是 好 白旗搬 搬了一下 搬完再连搬 这个能有啥用呢 我就 你强润你强 对 清风拂山岗 搬一个是 对啊 就是痛快了两下 然后呢 如果你要街上边一尝出来 形状可能还不如这样长的啊 啊 现在唯一就是这边的毛病了啊 这是白旗所有的指望啊 然后这边 小尖 直接就来了 是吧 小尖 然后黑旗是长 黑旗这一 这个不能挡 这挡那边有问题了 如果挡杯一断 那可能这形势就逆转了啊 这个被吃了 对 这个地方如果朴婷婷处理好了 我觉得这个旗全都差不多 要宣告这个 要发布胜利宣言了啊 这地方不能出问题 尝一个正手 尝 然后白旗 白旗冲 那现在就可以打了 黑旗挡住 因为现在挡完之后 这个多了个打吃 这个挖断没有了 如果你要再断的话 那他就打出来 因为白旗这一堆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 白旗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忙活 我们 就看实战吧 他实战是选择了 这样接住 没办法啊 因为你这断实在是不成立啊 但是这样接住 黑旗这样一虎 效率也是非常的美妙啊 因为 本来这样一虎的弱点 是被白旗这样刺一下 但是你现在 这多了个鸡 你这再刺起来就 没有任何味道了 实战白旗是沾到这里 然后黑旗呢 补断的时候是补在这儿的 先打了一个 太细腻了 因为他这样打完沾上之后 你还得再沾 他再虎 如果他要不把这些交换那样 他担心以后 白旗这个团变成先手 团是先手 非常细腻 非常细腻 没毛病 所以先打了一下 打白旗沾上 白旗沾 黑旗呢 沾上 对也沾上 然后他再沾上 然后挖了一个 沾这些先挖 然后打吃 白旗沾上 然后再虎 再虎一个 这个黑旗已经完全用不着吃白旗了 这个景山 我相信他可能也 对有很久没有这么惨的局面了 因为已经进入了 比空比不过 骑海到处都有问题的这种境地了 对 全盘黑旗铁一样的厚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还能被对方冲击 最主要是 刚才我们就数过 这已经盘面十幕 现在黑旗已经幕术领先了 对 而且这中间 就算不跑那个唯一一个 眼见的有个时代木旗 那还要赢多少 真是 我估计片庭还得把这个跑出来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能把这个强大的对手 杀得这么惨的情况 那要放过了的话 那以后指不定会造报应 这个 你必须得能够痛打 痛下杀手 是吧 把对方杀的以后碰到你 就胆着心惊 你要的 要这种效果 嗯 嗯 这个棋 现在可以使出一个联班啊 这个要退的话太惨了 这边爬一下 对 难受 我们现在跟这盘棋进程 已经保持一致了 嗯 现在白棋陷入到了场口 但是联班也有问题 我突然发现 你要联班的话 别人家先手打一个 打在这儿 对 你要接上 接上 你得接上吧 对白棋得接上 我才一接 你这个 这不掉我 那我 只能这么回家 你这么回家 我还 我还可以这样跑 打起来又被扒了一层皮下来 对 我都成周八皮了 这个太惨了实在是 是啊 这空不够了 所以说白棋指不定 还只能下出俗手 还只能下这个 哦 先打一下 这个为啥是俗手呢 因为这样下完之后 以后这里边 黑棋一手机都不用补了 嗯 你可能得这样 才能勉强把这个包住 是 你本来你也联班 你比方说要下成这样 你这一跑 还能再刮点木树 是 这个太这个难过 难过得不得了 是 怎么办 实战单退了一个 哎呀 那没区别啊 你单退变成一爬 只能是更难过 嗯 还不如这样打呢 这今天这个 景山状态不太好 我觉得啊 因为什么呢 你爬完你这个地方 你要搬住的话 你这地方是有益力 但是我可以接在这 啊 这地方又留下来了 那你这个是啥意思了 你这个 你等于你不搬 你再一退 那木树更惨了 将来这上面 还能被点一下 还要被人家点方 对 这个骑行太难过了 啊 没看见这个力之后 心情是非常的坏 嗯 这个 有些时候 胜负就取决于 这些细小的地方 啊 一招没有 注意到啊 就是造成了这个 非常严重的后果 可以说 白旗之所以现在 有这么惨的这个局面 根源就都在于当初被黑旗 这一例啊 根源或者都在于当初的 非常冲动呢 选择了跟黑旗这个铁壁作战 我们这个 这以后各位习友也知道了 你就算是力量大如井山 你敢挑战铁壁啊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啊 战斗潜力建立在合理的情况之下 对 你这个非要的蛮干 这个实在是 这个被一爬 你难受的不得了 这是我身为职业棋手 非常能够体谅这个心情 你这个一般被人家接到这儿 你要一退的话 这个还是个后手 这 所以说警察难道 没有看到这个打吃吗 嗯 哦 我知道了 他不是没看到 他是 本来一想打吃 结果后来发现 人家可能还有这种冷手 单提 你要吃这个的话 这边一断 这可能全进去了 你要再退的话 人家一爬 还没放过你 这个搬不住 你要一搬 人家还是可以断 搬一搬 黑棋不吃有一个断 还是不行 所以说警察不是 只能退 哎 他不是没看到俗手 他说这个俗手也没用 是没办法 嗯 俗手也没用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时间也过了好几分钟了 景山一太还是没有落子 那证明还没有进入到独秒 啊 时间吗 啊 比赛是一点钟开始了 一点开始 三点钟正常情况应该是独秒 应该进入到独秒了 那可能有延迟 嗯 对 指不定是信号出了点什么问题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景山不堪其辱 奋而投降 啊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这被一爬实在是太痛苦了啊 啊 这当前的形式你要控控没有 要要死骑倒是要薄骑要一大堆 要毛病是一大堆 所以说这个呃 这种时候投降呢 也也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就只能说 而且王老师日本棋手是不是经常在就是他 就是感觉我们看来并没有输的啊 特别就是铁的时候然后认输了 嗯 有这种情况发生吧 有过呀 这个景山同志的前辈也没少干这种事 特别是像讲究美学的这个大竹老师 嗯 经常哎呀这期吓得太难看了 我怎么走了这么多渔行啊 不吓了不吓了 结果人家说你这形式不还挺好吗 是 他吓得难看了 日本棋手追求不一样 对 这个下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求道的过程 是啊 胜负是附带来的啊 啊 啊 不看是这样他是 还是 搬 还是下 那是这个因为再退后手啊 所以说先搬住再说吧 嗯 啊 这不沾是好奇啊 既防了这个还能先手 戴了个尾巴 而且还中间还能确保后 对 这个力呢是景山非常得意的地方啊 啊 这是欣慰的吧 如果你一挡 哎 他还有一点 你一沾 他还能把你这布再收一圈啊 这是 能找回一点小面子 嗯 这个应该会沾上吧 沾上 可能 嗯 心情好一点 嗯 没有走 嗯 没有走 是不是再算哪一个会 关子更便宜一点呢 这两个应该都一样 都差不太多 都差不太多啊 嗯 应该是沾上可能便宜一点啊 你沾上你比方你搬 我挡 啊 以后你在爬的时候 可以挡 我可能打住你 嗯 差两目 嗯 也就是说接住呢 没什么坏处啊 嗯 你挡的话 也有一点啊 不是打吃的啊 打吃这个字救不回去了 嗯 一点 嗯 这种小气冷宫这 便宜患 嗯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最重要呢 现在形势你就算让两目 那也是你风度 是 可能这形势 呃 营压不大 现在黑气的优势是 呃 绝不止两目的 因为上面这一跑 我不知道 这四个字是怎么做活的 嗯 因为本来呢 还担心中间这一队有点薄可能 但是现在这还有个后门 嗯 嗯 甚至是要真是这个劝降的招式呢 如果你补齐的时候 我把这五个吃了 全盘 嗯 你再不补我就跑出来了 不客气了 你补齐我就再把这个打住 估计黑旗也是大胜的局面 这个好像形势突然发生了一点变化 黑旗沾上 黑旗沾上 然后白旗走哪儿去了 搬了一个一路 一路搬 搬一个那是先手 然后呢 白旗是飞 飞 这不明显有一段吗 它也无所谓了 因为这虎这个 它就被就是 前面你说的被点个方 它也受不了 是 所以我来吧 然后黑旗是断 那飞那花旗也不客气了 这白来的这是 断白旗吃 黑旗在跑 这个又切割下来两颗子 这倒是有一截 但是这截太重了 一般是打不起的 黑旗是无忧的 这一旦被提了之后 人家脚上都会受影响 这白旗现在也不肯直接沾上 沾的话 你沾上那个节就更轻了 是 当然 你不沾 这个地方 黑旗也不一定会断你 因为断你最后 这个不一定会杀得住 实战这边 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 也是在兼顾一下这个断点 兼顾 这个也很大 这个优势特别是大优的时候 建议大家多下这种棋 带着木 然后还带着厚毛 你一旦都厚了 就不会出问题了 把让黑旗挡上 挡这个 黑旗现在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毛病 你像你把自己的棋走厚 这就是附加的好处 你这个节让黑旗 让白旗开不了 这无形之中有木数的 好 白旗是爬 爬就搬住 爬一个 厚厚的 爬黑旗搬住 提了一个黑旗沾上 现在这个问题请问如何是好 我估计如果说 都来不及走那个了 假设什么白旗补一手 黑旗也不会断的 黑旗可能就这样外边跳 让你这样将回来 这样 让你知道 然后就走走这种棺子 可能是就是这种战 白旗现在补齐肯定不会补了 白旗把这个接回来 是一种办法 先把这个十几木拿到 然后使这个黑旗产生一点保卫 队本身就是十一木 现在从实控上来说的话 会其实大比分领先 我觉得都不 于心不忍了 这个要数木的话 于心不忍了 就会发现这白旗木怎么这么少 你这个街如果不敢开 你只能从这打 十五十六十七木着 这个大概 这个斑毡是不是还有先手的味道 人家斑毡是客气的 人家指不定以后先接你一下 接这挡 你挡我再斑毡 你这地方以后还有几 还有二路渗透 二路透点 最多是十木齐 那个里边 就算多点十木齐吧 十七 二十七 二八二九 三十三 一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还是四十木 是铁定不到的 一二三 这个收起也没有了 四五六七 八九 十十一 十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十二十五 这怎么一块就二十九了 三十三 一三 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七 九 这边全是多的 这个都没算 你想想这现在黑棋优势有多大 而这边还有这都没算 这个隐患都没算 这个也不算 这个也不算 中间 这个也不算 这个当贴幕 黑棋的优势也就是说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三处 对于两位棋手的 这个九段棋手来说的话 现在基本上已经毫无机会了 是吧 对 这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战斗地方了 为了这个荣誉吧 就是再坚持一下 因为这毕竟是 他身后也没有人了 锦山是身为日本人的主将 如果要一输的话 就日本就出局了 是 白棋实战打的这个 就是肯定是 不能老老实实补齐了 得找点事儿点 对 这冲也是先手 黑棋冲 形状拿捏得非常好 白棋挡上 挡上 我老先把这个吃掉 黑棋拐了一个 拐了一个 走到外面 他是防备着白棋从这儿断打 对 如果白棋不走 这一打还是先手 因为这有断吃 所以白棋还得长 这以后白棋 黑棋一打完一断 这一块整体是不活的 下成这样的时候 甚至是 跳这个都是可以下的 厚厚的 一个断点都没有 把所有的隐患全都补上 把所有的断点全部补上 宣告胜利 这个高手之间 就是交锋 有这个特点 你不能出现特别大的失误 一旦出现了 你这个棋就很难翻牌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就借助AI 你可以看到 这些厉害的高手 下完棋 你用AI一看 他那个胜负的曲线 基本上没有 很少有 就是胜率暴跌20点 这个很少有 你像柯杰 你像宁兴 这类的 这类的 顶尖高手 而你在看 一些可能水平要差一点 像新电图一样 就蹦来蹦去 一会儿就他好 一会儿我好 三四十点的胜利的暴跌 是非常常见的 那都不是事 所以说 这半棋 我估计警察这一下子 估计有个三四十点的暴跌 要不然不会 形势如此 本来下到那会儿的时候 其实是黑棋优势 但是呢 双方也差不太多 对 差距应该没那么大 差距没有那么大 这一代下的有一些问题 对 这一下的 你要说这番棋 这个根源就是这个地方 警察没有把握住 这个顶出来的机会 黑棋把这个吃住了 这是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小节 把这个制住了之后 黑棋一直就比较好下 还是只有长 没办法 对 白棋长了一个 真厚啊 你看这种力 这非常厚 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关子 它还使这个 本来的后势呢 变成铁和 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你看 反过来 警察那是不管了 反正是有断点 就先断了你再说 这个应该是有点无理的 这也是本盘棋 最后一个断点了 这个地方要再不断 没断点了 没起可下 但是这个 朴婷婷再能忍这个也得跑出来 这个黑棋 这个白棋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这还有个后路啊 这个不能忘了 再稳一点就不要了可以吗 当然 你不要了 你赢还是你赢 但是我的面子就找回来了 你这都不敢跑 我估计 朴婷婷 是要跑的 当然这也跟风格有关 你要是理事实 他可能一秒钟就跑出来了 就跑 朴婷婷可能还想一想 算一算 因为感觉型的 跟计算型的 就是也是 骑手里边的两种风格 两种流派 可能会点一点木 如果差距特别大的话就算了 咱们的大前辈 吴庆元吴老师 和他同时代的木骨师 木骨老师 就是两个代表 吴庆元老师那是典型的 感觉派 他这期一看 感觉上有五六个选点 他找一个感觉最好的选点 下 然后就完了 木骨老师那不是 他这五个点 还得一个一个算一遍 算出来 他认为最好的一个点 他得下 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呢 那可能有 比较纠结 在这个当中 到底选哪一个 对他不算 他不踏实 他一定得 他每一步期都得基于计算 他才觉得下在这儿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由此 这个就是吴庆元老师 那个时间呢 永远是够用的 那木骨老师 你给他多少时间 他都不够用 你再长的时间 是吧 他每步期都算 你也不够用 追求完美主义者 也非常奇特的 但是木骨老师 他的这个快期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你算的越多 有时候把自己的给算晕了 你快期 你没有时间纠结了 你跟着感觉走 你就会发现 呦 原来木骨老师 他感觉也不错 是 好 我们看实战 黑棋是拐出来了 对 这个不管 两了一会儿 还是拐出来了 这还有个后门 没有后门也就算了 而且你想想 你就算多死一个 也不一定就那么亏 这个黑棋 黑棋拐完之后 黑棋最无脑的下巴 就呜呜压过去 然后这个AB建核 两边黑棋 白棋都吃不住 这是最无脑的下巴了 我觉得那样也行 因为白棋断出来 就是想吃黑的了 要不然断也没有意义了 只能 拐吃了一个 对 拐吃是比较有文化的下巴 这个确实是 如果你要提的话 我这一顶 白棋这个形状还难受 你还紧不住气 你还只能退 退完这俩都没地儿跑了 这个棋随时可能会结束 这个棋 这都不知道 白棋都不知道往哪下了 这是 那也其实也只能长 或者是提 对啊 你要长的话 假如这一粘 都没有气 当然黑棋也不会粘了 都是说痛快 白棋如果长的话 你长的话 黑棋这边 就跳嘛 跳一个 白棋贴 你肯定得跑 然后我就这样长 长这个 我又没有机会 制造一些 对对对 我还是算 先把这个断点补上吧 就这样吧 因为我这个连回去之后 这地方跟这地方两个是建核的 只要先手连回去就可以了 对 甚至你是不是黑棋 黑棋太难了 黑棋还 没办法分断了 来个厉害的手筋 可能就直接把白棋拿下了 你这一跑 我这一拐 推 倒推过来 对啊 这个后市这不是看画的 再推 对啊 你长我再推 对 你这个长头是后手 因为我这个打吃是新手 就往哪跑 你可能不是说黑棋逃跑的问题了 是白棋无路可逃的问题 这个棋 这种实战是到这个局面 实战到这里 可以说就是AI来也不行了 这个棋 白棋长 他还是选的长 黑棋是选择的是跳 黑棋选择跳 那就还是没有想着这种 我们这比较霸道的一定要吃白棋 其实这个计算也不难 这个也没有需要太多的计算 现在这个 而且感觉像这个其实更简明 就是一本道 就推到这儿 对对 结束 对 一二三 这个还是被冲出来 还有点感觉看不太清楚的样子 那你太紧慎了 这个没什么看不清的 这个因为白棋 黑棋不是一定要吃白的 因为你吃这个 跟吃这五个 哪个大还难讲的 是 然后黑棋 白棋现在 白棋怎么 飞 飞一个 走这个是个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飞这黑棋 冲不就好了吗 冲完这 破白不有一个后门吗 我是 但是我冲这个难道不行吗 这个应该是有点乱来了 这个 这个走得好奇怪 这个 这个冲完之后 白棋挡的话 黑棋是不是不仅限于 我这不好意思都不断了 这送到嘴边的这个肉不吃 都不好意思了 是的 太难了白棋这个 就是在挣扎 对 在挣扎 这个说的很对 可能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比赛当中 其实我其实意识到了 这半季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你这个棋建立 这个是劝强 劝他最最好的 你吃 我就沾上 你一提 那就冲回去 我把这五个一吃 实战是冲 冲白棋打 又打了一个 这样白棋好像在 在震 打完之后把这个霜出来 霜了这个一尖 挡住 尖还是跳 这个我黑棋现在是陷入一种 深深不会的这种 这种境地 走哪都可以的感觉 对对对 走哪都可以 就尖一个吧 尖一个 尖白棋挡住 挡住 可以一起赶断吗 忘了天哪 这个棋要站还不赶断 那你说你啥时候还赶断吧 这种时候都 周围都是你的字 你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多 这个 太难了 实战是进行到这 这个局部战斗完 我估计 这个棋就结束了 我们身上可以 现在就提前给 给给白棋总结 总结也是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批定完采用这个命令型的这个下法了 这个是你双 他一贴 这个算清楚了 紧着你的气 就是他 你一挡 我要形成一个三气下两气 就是完全是不需要计算 长 你要一冲断 我就 一起吃 这也是算清楚了之后的一个标志吧 白棋 白棋是不是只能搬一下 如果一定要想回家搬完 然后再 那不 不还是一样可以断吗 还有一个断 可以一样一样断 还有一个断 但是 这个 主要是黑棋也不一定要吃白棋 对 这问题的关键就是 人家也不是非吃也不可的 这样断的话 白棋粘先手 这边可能还有一点味道 对 有个靠 但黑棋其实也不用吃 冲回去就好了 是啊 白棋跳了一个 非常之 顽强 但是我怎么觉得又有点像 在跟后世搏斗呢 跳是为了 这个点和这个冲断 两点必得七一吗 那当然是啊 冲断 如果你要一尝 他说我冲断 我可能 我估计也没捡到 你冲断完 我这样一冲一包 还是一个仪器包 对 现在就是这个局面 你想捡勺都是那么的这个艰难 而且问题是这样一尝完之后 你下面这块是什么东西 我这一打吃一断 这个不是也进来了 但是你从这个这种情况 这里跳来看 景山得有多么不甘心啊 这个棋 这个 这以后这一打 太惨了 你只能沾这个 这还不敢沾上 这还不敢沾上 你沾上这一段 整体就 歇了 哎呀 这个 冲断也不行 不甘心啊 非常地不甘心 对 坚持到最后 是啊 你看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你冲断 我拐吃 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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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再拐吃 这都是拐吃啊 这种这种计算 有十秒能够了 再拐吃 再拐吃 可击 也因此 这个 景山遇态认输了 没办法了 但是你想想 这个最后认输的 这个这个局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形状 哎呀 这个今天 景山 是这样的 这个 今天晚上有点难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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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形状都 这是该着 这个 太惨了 四处切毛病 这番企业的 关键 就是这一例 这景山 没有看到的 这一例 结果局面 一下子就 没法收拾了 是 王老师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要不我们从头 给各位观众朋友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对 好 这个 回顾一下 从何说起呢 我相信 从他这个地方 说起吧 要么 大家都 办错误的地方 那也好 其实白希 从刚开始 这一代 就是王老师 一直觉得 他下的是有问题的 这边双方浪费了太多手术 一直是应该发动 那个顶的下法 是吧 对 这个开始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下完有一点劣势 是黑希 下完之后 就是黑希比较好下 就是黑希 把这个吃掉之后 就黑希 变得比较好下 当然 这个最终的 这个决胜的地方 还是这一例 片顶环 这经典的一例 警察本来以为 两边能吃一边 结果一例之后 发现两边都没吃到 那一下就苦了 苦不看一眼 最后就是 那我们从这里摆一下吧 好 摆一下 这番题 可以说是整体上 是朴婷环发挥的更好 景山呢 多少有点 状态不佳 因为这一例 不是说很难 不是说很难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进行到现在 可能这形势呢 黑希稍微好一点吧 可能也还早 也可能也还早 是 然后呢 朴婷环下连班的时候 我估计 这一手 这黑希还有重要的地方 有个子啊 不能没有 我估计朴婷环都被吓了一跳 景山竟然选择了 在跟后世搏斗的这种下法 景山这样吃 哦 就是如果能够成功呢 就是说明这个朴婷环 这个班一个是一个大恶手 但这种期确实是感觉上看的 我们实际上感觉的时候 看着就是 不太能行的样子 因为黑希这个是正宗的后世啊 铁壁 你在这个铁壁上 做文章 你得是 铁匠还是实际上才行啊 是不是啊 要不然这个都是不行啊 果然这个地方 朴婷环出现 景山出现了误算 他原本呢 预计的呢 是 他这样一例之后呢 朴婷环是打不下来的 黑希是不敢挡 他可能是本来预计 可能你只能不断 还是有误算的地方 人家就这样一连 全连回来了 所以说他才敢干这种事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挡起来竟然成立 为什么成立呢 他忽略了这个棋 利的先手 黑希有个一路利的精联受精 这个地方 你要打吃完之后 你一搬被人一挖 你逃不回去 那这个利棋是王老师 对于高手来说不难发现 是不是他今天状态不佳 对 但是 太大的压力 这当然我觉得都是借口了 这可能还是说明 这个景山对于这个 骑行的敏感度还不够 还是不够 你再大的压力 这种手段是致命的手段 这不是一两幕 城里与否直接就翻船 而且本身这种棋 感觉上就是属于是 特别恐怖的下巴 感觉是往对方的墙上撞 对啊 这个一例之后 这个地方要铺到包 你一接的时候 这两个位置 无形之中换了一下 这个搬过就成立了 这个一旦逃回来之后 你白旗 这个不活 这五个不活 然后黑旗多了一个打吃 你还吃不住四个 这一下子就坏了 形式就没办法继续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旗的正确下法吧 当然从实战的结果来看 你其实走啥 都比他实战强太多了 感觉上当时我们究竟了 是先打一下 还是先直接搬 这个好像应该都可以 因为如果你要搬的 它沾回去 反正黑旗这边都这么厚了 你也可以接受 所以说应该是非常单斑 沾上 如果你沾上的话 我这地方差不多也活了 你要觉得担心 你就再补一手 不担心你就再可以抢控 走这个走这个 你比方说再加吧 这个加超级大 对 这加完之后 我们说黑旗这块 可能就只能点五目了 如果这点五目 这点七目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 二十 十三十四十目 这样黑旗全卖四十目 那个九十十一十二十十四十五十六 这个总得给两三目吧 十七八 这个十五十六十七 黑旗白旗也有三十五目 可能还是黑旗好 因为黑旗比较厚 这毕竟有个问题 后半盘比较好收控 但是绝不会像实战那般 惨状出现 直接下完 已经没办法下了 对对对 所以说要说真正的问题啊 白旗可能还是 它得再往前推 其实我觉得这部旗还是不便宜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也对 因为后来这部旗就等于没帮上忙 如果说本来走在这样的时候 你现在白旗 你说这个字是放这儿好还是放这儿好呢 你放这儿就把这个毛病补上了 你放这儿 等于是后来被一压也都 还被吃掉了 一颗废子 你说的很对 这可能这不起就不该走 应该直接半战 是 有了战之后 这里虽然黑旗不一定马上走 但一直有个隐患在 它主要是就是 它实在是这个下不出手 它下不出手呢 它又担心人家跑 拖先 你直接拖先又担心人家跑 跑出来 它一纠结它就 飞了一下 就飞了 这个飞了 还不如眼睛一闭 我就俗 我就是一大俗人怎么着 那也就算了 俗完之后 俗完之后 还是走这个黑旗会不硬呢 这不硬太大了 不硬了 我这全都拐弯 我甚至还可以考虑粘这个 这个你还是得硬 这样我估计 这个局面就就就会好好好的多 对白旗再斑沾 黑旗再走这的时候 再走这相当于白旗往这里 这是多一个对 那多那多了一个字 你现在这个白旗怎么着也不会往这下 这不是都送了吗 对对 这个景山这个是一个起因吧 最后这个地方就是 当然这个平方这一压看来也是一步好起 王尔这个旗没有这步旗的时候 在这个局部的下法 有这个字是不是也是靠压完顶的 现在还是不一定啊 你现在因为你上面比较厚啊 你可能直接 二路透点 这个其实直接二路透点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下法 然后你这一拖啊 直接将对方连根拔起 对 把白旗这个根据力多了 是 今天没想到这半期结束的这么快啊 这农心碑一般也不多见 一般到五点钟应该是比较本分的吧 最晚的时间是到晚上的起点 我印象中啊 这个未经证实 我记得 我因为我就记得 那一次看农心碑把我饿坏了 因为这个老不结束 我都没饭吃 没饭吃饭是吧 对对对 那肚子都饿了 我相信得起点 农心碑现场 一向是有很多零食的呀 零食 但是你也不能 也不好意思来点泡面 的味都出来了 是不是 那王尔这个棋 还是因为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这个非可能有点问题 然后包括他后续的这个作战方向不对 前面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好 原因还是这里吗 对 前面我觉得白棋最重要的就是没把这个顶出来 这个棋是比较遗憾的 就可以 朴槿华和警察对这个局部的研究可能都不是那么深 我们都说了 你学习AI啊 最忌讳你学表面 你学了他表面那一招 你还不如不学 因为你只知道他这一招 你后边的没有用了 是 你就像这个 学了一个皮毛 你郭靖学乡龙十八掌 你就学两掌 你过来过去只会那一招那不行 人家闪开你那一招你就没了 后边接不上了 对接不上 没有这个子 对 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最不利 从最开始 黑棋这个AI推荐的是以利 黑棋不利之后 那白棋加跟黑棋挤就变成了双方都应该争夺的要点 白棋要走就应该赶紧架 黑棋要走就是第一时间挤 黑棋挤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三个子给变轻 这实际上往这搬呢 就是已经是 对 已经 就中间这一带是不毛之地 在这边落太多子 好像也没太多价值 就搬了一个 然后黑棋是长 这样吃 你看 这都是 直接把这仨吃了不就行了吗 问题就都解决了 吃这个还要担心的 后来也要跑之类的 这个当然这个条件也应该 记一下 实战是碰了 实战是往这碰 碰了一圈之后 把这个 把这个宝贵的机会又还给白棋了 这不拐也是 我觉得比较异常的 就像你说的 如果要是碰就是为了争先手 如果落后手 可能还不如直接走这个 因为这么走完之后 这个脚感觉白棋有一些薄 将来在上面还有一些欺负的手段 对 这样碰完又落一后手 估计是碰完之后一看 好像也没什么 没什么地方可以下 其实就是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 是 然后实战走的是这步棋 然后压 在这个地方又双方又开始较劲 对 王老推荐这个时候不走 对 把那个地方补上 对 我想着赶紧 怎么补不知道 就还学了一下 你这个局面该下什么 他就说挤 挤一下 下手都是这样 那挤完之后 AI推荐的是走什么呢 直接粘感觉被便宜了 对啊 这个所以说白棋是比较难受的 那大概也只能粘吗 但是你不粘也不行啊 你要力的话 人家这跑出来了 你估计还是得粘啊 你粘了呢 黑棋便宜到时候 就是接下来走什么都 黑棋也不一定以后要了这几个子 对对 这几总是好 便宜很大 而且你就从这来看也能看出来这个好 那实战不是断吗 断了一个 如果这多了个几 你就可以把它白棋全部给留下了 现在你留下不便宜啊 所以说才打到外面 白棋是长了一个 这个其景山最好的机会 我觉得就出就出在这 打吃的时候 这时候平定完还跑 是有点执念啊 这时候景山这个 顶出来 我觉得 嗯 是这个景山 必须的一手啊 他实战走了个这个 走了个这个 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棋竟然还有一家 我记得这个局面 我都出过一个题目啊 给队员出过一个题目啊 这一手棋不应该 不会 当然这一手棋也是 朴定环走向胜利的起点吧 这一家把这个 竟然给加蒙了 加的他 不会了 又 就又不走了 那这个还不如 当初就 实战现在面临这个家 白棋走哪里都不太舒服 是吧 如果团一个呢 团一个吃掉 这个应该是个本手 只此一手 只此一手 然后就拐回去 对只能拐回去啊 因为你这个冲完之后 你还不能提啊 所以说这个只能这样吃 这样吃完 但是你这多少还有斑呢 不是说 就一点价值没有 然后他估计 黑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黑棋也可能先走这边也不知道 这么下是不是也比实战会好一点呢 那是 实战把这个尝出来 被黑棋折补了一手棋 是的 损失很大 这个光头目数上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大 因为这个吃两个黑棋四目 你这个在嘴里 大概就十目多一点吧 那这个三个八目 这个十目肯定是往上走 所以就是说 虽然被人一加 加的有点手忙脚乱的 还是应该忍一忍继续吃这个 跑这个 应该是 这个局面是有点问题的 跑完了压了一下 这一吃回来 这等于就损了 还不如啥都不走 啥都不走 黑棋补一个 无论怎么补 你都 你比方说黑棋还是这样补一会儿 你白棋这两个交换 显然是亏了 多送了一个 多送了一个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 黑棋比较好下的局面了 然后白棋是加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这个加了 加了这个 然后黑棋跳 然后黑棋把这个再跳出来 这个跳出来 因为关系到这个跑 这价值已经比较可观了 王老师这个棋啊 刚才我就看 长的时候 不对 是黑棋后来搬白棋 能往里长吗 这里边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是说到场 这个要成立就厉害了 这个要成立 不知道成不成立 挺想往里长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然后再往里爬 对往里爬 非常蛮横的下方 这个棋先加一下 能加到吗 这好像是不一定能够成立 这个棋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一定能够成立 不太行 应该不太行 主要这上面还有一个 对这一会儿黑棋这一反断 白棋 脚上还没活 对那他也只能吃上面 只能吃上面 吃上面 然后再吃这个 回去再一罐 就是下到这儿的局面 我估计 已经是 朴定环是横小调了 因为白棋走了一圈 好像没走什么东西 还得担心着这个 特别是不舍得吃这个 所以说这班棋的 第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锦山没把这个子练出来 被朴定环把这个毛病捕捉 这是第一个关键的追处 然后这个 后来走的是这一步 这地方先刺了一下 这个刺也是 白棋一般斩你就知道了 这个刺是便宜了 然后这个 他先走一个 我们说了 还不如就干脆 就承认自己是俗人得了 这样走一个 使得这个毛病 总是成为这个心头之患 是斑 斩斩 对朴定环来说 这把人家下得挺顺的 对 因为警察没给他制造什么麻烦 唯一的一个作战的冲突 反倒让这个锦山一态 导向没法下的局面 对呀 因为他这个 这个一路立的这个手筋 不是说很有难度 这样走的这个 这个锦山一看也不好压 因为他压住 他顶完他觉得失控都没了 但实际上有可能 还是应该在这下 压一个 你比方说我们随便 摆一个图 你假设黑棋这样顶 当然黑棋不一定这样顶 假设这样顶 你顶完之后 你看我 我今后是不是这地方还有尖 你要一拐 我这个截出来了 你提我把这个挡去 也就是这个地方 白一压 还有可能能压出先手来 是 所以是这个地方 可能警察也低估了 还是应该冷静的压 你先压了不亏 因为你这有手段 他顶了你总是先手 他如果爬的话 你哪怕就再不走也行 你哪怕你就再不走 他也压不到这来了 最多就是简单的把俩人吃了而已 实战这里下完的话 后半盘其实就是景山 他一直在顽强的抵抗 实战加这个之后 景山这个吃实在是 有点失常 这个吃 吃完这回事就不行了 吃完之后 被平静环亮出力的时候 我估计他自己也知道 那这盘棋结束之后 日本就彻底的被淘汰了 对 下一轮就是我们挑战朴婷环 我们有四元大将了 有李玉婷 范婷玉 还有柯杰 还有柯杰做主将 还有谢尔豪 这个估计谁对朴婷环 都是完全不处的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 后面龙杏杯的比赛 我们下次再见